她很久都沒有碰妳 妳一定會覺得很怪 妳是不是外面有對象 妳是不是有外遇 我一次就可以搞定妳母女兩個 罵她 剛剛我老公說妳們在一起 對方就 就給我刮掉電話 其實妳老公 跟我的朋友在一起 那編劇就是 妳劇本賣了妳才會有錢 因為很單純嘛 才二十出頭而已 就覺得沒關係 妳沒有辦法賺錢 沒有辦法穩定的話 我來 我的通告接得很順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專心的 在外面努力的工作 然後後來有了小孩之後呢 這個負擔就越來越重了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扛 我可能白天去工作 然後晚上回家帶小孩 然後就這樣子 可是幾年之後呢 開始慢慢覺得摩擦越來越多 而且覺得我的前夫 他對我的態度 開始慢慢的變冷淡 那因為有小孩子本來 摩擦就會比較多 那我也不以為意 可是後來就發現 好像不太對喔 因為最明顯的就是 他很久都沒有碰妳 妳一定會覺得很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徵兆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直接說 我覺得好奇怪喔 妳是不是 外面有對象 妳是不是有外遇 然後有一次她就說 對啦 我有外遇 怎麼樣 我一次就可以搞定 妳母女兩個 然後我就 妳剛剛說了什麼 她說我不敢先去想故事 會不會 她就跟我說 妳不會自己去問她 我說 我真的沒有思考喔 我就直接打 我就說 媽 剛剛我老公說 妳們在一起 對方就 就給我刮掉電話了 我就直接飛奔 去媽媽家了 對 按電鈴 然後 按了半天 然後還敲門 我很急 結果我媽就出來開門 她一開門一看到我 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我整個還來不及說 媽 她就關門了 然後我整個灑在那邊 然後我的眼淚 就直接流下來 這是真的 就是感覺 對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不敢相信 我整個眼前就是模糊的 因為都是淚水 然後過了幾秒鐘 我爸來開門 我爸就看到我說 女兒妳怎麼會在這邊 那妳媽怎麼不讓妳進來 因為門還是關著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沒事 我要回家了 那個時候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 如果你真的 想要跟我媽在一起 妳們兩個是真心相愛 我就成全妳們 妳那時候就 這麼大度 我跟我前夫認識 交往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發現 她有劈腿的習慣 然後是我無意間發現 她手機 有一個女生傳簡訊跟她說 我昨天做的早餐還好吃嗎 我想說 早餐店老闆 她也這樣回我 不行 不行喔 你這樣會有渣男譴詞 你還這樣回我 就是早餐店老闆這樣回我 我說不可能 不可能會有一個女生這樣 關心妳說 我做的早餐好不好吃 然後後來我就還點開看 上面也都沒有訊息 就是代表她都刪除了 然後我就很不開心 我說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不然我們就先分手好了 結果分手隔天 因為我的經期 那個時候很年輕 經期比較不規律 所以我就想說 沒事做伴 去婦產科檢查一下 因為我都會拿一些催精藥 然後經期就順了 結果沒想到那一次 去婦產科檢查 就發現 我懷孕了 就非常八點檔的清潔 那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自己賺錢養家 所以爸爸媽媽 比較不會照顧我 那我面臨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然後我又跟我的 當時的前夫是分手的狀態 我只能請求 就是有結過婚 生過小孩的同學 我說我發生了這個狀況 你們可不可以協助我 我應該怎麼做 怎麼處理 對 因為我真的是很慌 就是聽到懷孕這兩個字 然後後來他就說 你還是要去找你的前男友聊聊 因為他要負起這個責任 所以我就打給他 跟他講這件事情 那那時候是不是在早餐店 沒有 他就跟我說 其實他一直在挽回 他說 然後我也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 重新當一個好爸爸 好老公的機會 那我就選擇相信他了 明明知道他有慣性的劈腿 但是你還是覺得 給他一個機會對不對 但是他講得很有誠意 很有誠意耶 這個男生我又要講 我為什麼不給他一個機會 我願意改變 總比你就是說 我願意為了你 為了小孩 對 我們兩個會有更好的生活 你聽到 如果聽到是你去給我拿掉 什麼時候 那個才是 是不是 我們聽到說我願意 你會有一種期待 他當時說是願意負責任 我想說也許我沒有這個魅力 把他留住 但孩子來了 可能這個父愛就萌發出來 可能會更有定性 那孩子生出來真的是滿可怕 因為大家都新手爸媽 也不知道小朋友怎麼會哭成這樣 我前夫比較沒有耐性 他就有一次半夜還對著孩子咆哮說 怎麼會有那麼吵的小孩 如果會影響到你隔天上班 那我們先暫時分房睡 所以我就跟他分房睡了 然後沒想到分房睡之後 他就有一天大概是我小孩一歲多 那我一個很好的朋友打電話給我 就開始關心我跟我老公的狀況 然後他才很委婉地講說 其實你老公跟我的朋友在一起 對 我就說不可能啊 怎麼可能 他的心思都放在家庭這樣 每天都回家 都很正常的準時回來 你不去早餐店了 因為我就做早餐給他吃 我就覺得不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從這個女生的嘴巴裡 就是小三嘴巴裡聽到 說我前夫一直嚷嚷說 我每天都吵著要離婚 然後我一直嫌他不夠好 然後就跟他分房睡 然後不給他新生活 然後那小女孩就有一些聖母心態 就覺得這男生好可憐喔 不然 好想幫助他 對 我就幫助你解開一些 你不能解的東西吧 然後我就覺得 對 對 站在女人的立場 我不會為難你 然後讓他說出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同時有錄音存證 因為我覺得 我決定一定要跟他離婚 但我必須要有一些證據 所以那時候 你決定要離婚的時候順利嗎 我覺得我滿順利的 因為我自從聽了很多大家的故事 我就覺得好險我當初什麼都不要 你就直接跟你前夫攤牌了 對 我就直接跟他攤牌說 我有證據 那我想跟你離婚 他那時候打死不認 他就說你又沒有抓肩在床 我又沒怎麼樣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好啊 那我就冷處理 那同時我也會搜尋 就是尋求律師的協助這樣 然後他就發現 我很堅定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才跟我說 不然這樣好了 孩子呢 孩子給你 然後我不要孩子 他說他不要孩子 結果我聽到我就安心 因為我只想要孩子 妳想要孩子 對 我其他什麼都不要 我就說好啊 那我找孩子 你的財產 你的房子什麼 車子我都不要 那我們就兩親了 然後後來我也沒有拿他 半毛散養費 一直到現在 然後 對 我女兒演國中 最近快要畢業了 我就覺得 還好有離婚 你離婚的時候順利嗎 當然不順利啊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他會賺錢拿給你 然後會幫你帶小孩 幫你打掃家裡 然後照顧你 你會想要跟他分開嗎 對 因為你還要養他 你還拿錢給他 你賺的錢都交給他 所以那個時候 我前夫他是 打死他都不願意離婚 那他那時候甚至料話 他跟我說 他說你要離婚可以啊 小孩你就不要想帶走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生活的重心 第一個順位是我老公 第二個順位是我的孩子 所以當這兩個 我都沒有的時候 我的人生是一片黑暗 所以那時候我掙扎了很久 然後我就是 反正就是很多不好的念頭 都上來 那時候我甚至把遺書都寫好 然後我都想好說 我寫好了那個遺書之後 我就從我家的十二樓跳下來 我就什麼都沒有 就不用去煩惱了 那那個時候我真的 就是當下我含著淚 就是一邊哭一邊 把遺書寫完的時候 小孩突然大哭 那時候我兒子他才幼稚園 然後他大哭 瞬間我就突然嚇一跳 我醒了 然後我就想到說他這麼小 我如果就離開他 因為他從小都是我帶的 他連澡 我前夫都沒有幫他洗過 在我們離婚前 他沒有幫他洗過澡 都是我在幫小孩洗澡的 所以我如果一旦 不在他身邊的時候 他要怎麼辦 他可能連吃飯都有問題 因為我前夫不會照顧他 然後在那個瞬間 我突然就醒了 然後我當下回過神 我就把遺書死掉 然後我發誓 我告訴我自己 我這輩子 不論我碰到任何的困難 我都絕對不能夠有熏死的念頭 我要為了我的兒子 我一定要活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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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